今天接到了一份粉丝寄来的鱼,正是和我上次作品里介绍的那种缺乏黄色素的素色旁皮鱼是差不多的类型。 这是一种由于体内缺乏红色素黄色素导致的体色变异现象。 和普通的膏体旁皮进行对比,缺乏红黄色素的旁皮鱼体色成蓝灰色。 各个鱼鳍都是素色的,公鱼尾巴中间没有红色尾心,臀鳍和背鳍上也没有红色。 眼圈也是素色的,公鱼没有红色眼圈,母鱼的蝉卵管也是素色,并不是普通旁皮鱼的那种橙黄色。 通常像这类体色变异的旁皮鱼在野外都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如果在没有天敌且有水质良好的封闭水体中,这种变异体色可以生息繁衍。 形成一定的数量,给人一种数量很多的错觉。 实际上离开了这个小水体,就再也找不到。 最近有上百个粉丝私信我说是采到了变异旁皮鱼或卖碎鱼,可是当发图看过之后99%以上的都是普通鱼, 唯独这位粉丝运气爆棚,确实采到了变异,而且还不止一条。 根据他的描述,这是在一个小鱼汤中发现的,水体相对封闭,正好为变异鱼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条件。 我把它们放在了大棚里的一号池,过温过水已完毕。 把之前这个池子里的大藩种鱼先捞走,让它们在这个池子里修养一下。 池子底部铺防肾膜,上面附土,岸边生长了各种水岸植物,有臭蒲,祭菜,灰菜,一亩草,甚至还有地黄。 普通地黄都是红色的花,在之前的作品中曾经提到过的变异地黄现在也已经出花苞了。 这是我在多年前在野外发现的一株花色变异的地黄,通过扦插的方法繁殖了一些种在了鱼池的岸边。 虽然地黄是生活中极为熟悉的东西,但当在野外发现一色的花时,总能让人眼前一亮,兴奋又喜悦。 中午大棚里的温度已经很高,进入繁殖期的鱼食量大增,今天打算投喂一下它们。 我并没有专门喂鱼的食物,只是偶尔给它们投喂一些蝌蚪饲料。 它们也非常喜欢吃,其实只要饲养密度不大的话,根本不需要投喂。 楼顶天台的三号池也给它们喂了一些颗粒饲料。 让它们多吃一些,促进产卵。 借着午后温暖阳光,观察它们抢食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傍晚,大棚里已经上了灯,宠物金蝉已经早早等候,在灯前。 这是冬眠醒来的集中进步时间。 新生的蝌蚪也已经开启了干饭模式。 它们喜欢聚在一起啃食池子底的碎屑。 有的在啃食卵带,有的在啃食藻类。 罕见的白蝌蚪完成了孵化,已经开口进食。 有多少人见过白色的蝌蚪,评论区探讨一下。 喜欢变异原生鱼,宠物蝉除的伙伴,更多视频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